台東漫播 漫播台東 我是Sam 大家好 我是Rita 今天我們在台東設計中心 大聊 我們旁邊也有一個重量級的 但他本人很想要很低調 躲起來的設計師 讓我們掌聲歡迎霹靂 今天是試播然後我就來當嘉賓 你是有不情願甘願的感覺 對 然後兩位也是我約的 所以就是 為什麼會想要找我來主持 因為他的店就在旁邊 店比較近 走過來方便 直接找他就比較快 因為我覺得台東漫播很需要有一個女生 然後 因為畢竟是一個深夜節目 也不是深夜節目 十點過後的節目 所以我覺得女生聲音比較容易入耳 原本我們團隊裡面一部都在講說 到底要先找誰 作為原來主持 但是 因為大家都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如兩個一起來這樣 蠻好的 那你們兩個為什麼都會要來台東 現在被我主持 我應該Sam算返鄉 然後我算是宜居 對 因為我本來是台北人 然後去年2月27號搬來台東 為什麼來 是就是蠻喜歡台東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姻緣是 台東有一個叫做台東獵人學校 是一個原住民的文學家叫做亞隆隆薩克 然後他有創立了一個叫做台東獵人學校這個 這樣子的機構 然後我是裡面的成友 因為我們本身做的那個工作是 做台灣的深度旅行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很喜歡把台東 就是介紹給外國的朋友 因為覺得台東就是一個原住民的文化也好 或是自然的生活條件都非常得天獨厚的地區 所以瘋狂的時候大概有一個月 然後從台北開車下來大概五趟 這樣子的五趟六趟 今年的五月二十九號 我們會在台東獵人學校的基地在太馬里那裡 會辦一個叫做三菱閱讀節的活動 一個有點小秘密的活動 喔 比較吃人的嗎 就是要認識主辦單位 或是受到邀請 怎麼電話之類的 QR Code 就是待會導播再幫我Cue上去 去年辦了然後還蠻成功 就是大家都很喜歡 都很期待耶 今年還可以再辦 然後他沒有電 然後也沒有網路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那種手機焦慮症的人 大家就會在那邊 玩了 公司聯絡不到啊 案子要談啊 客戶要打電話那種 我們就是故意要讓大家去那個地方 其實這些自然它一直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然後但是我們現在的人好像有了手機之後 就是你變成說幾乎大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在滑手機 被綁架了 然後你吃飯的時候也食不知味或者是 對 很多人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去山上 然後就強迫帶大家在那邊發呆看書 然後學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無聊 5月29號嗎 5月29號 前面5月1號有一個比較早的活動 我可以先介紹一下 請 南方草草街 喔 那個很讚 南方草草街其實 就是 其實泰瑪里四鄉 就叫做南方嘛 所以 為什麼我通過南方以南這個地景藝術街 因為我們就是屬於南方人 那草草就是指人的意思 排灣族 是台灣族語 排灣族語 人的意思草草 所以叫南方草草街 對 我們5月1號有一個活動在金輪 然後它是青年人的市集 加上一個演唱會 音樂會 然後開場 可是事實上其實這個活動不是 5月1號的這件重點 重點其實是在每個週末 禮拜六會有工作坊 禮拜天會有講座 這個整個活動其實是四個字去串聯 就是傳承跟傳遞 傳承就是老人家傳承下來的一些 原住民傳統文化啊 記憶啊 織繡繡啊 比尼繞啊 或者是 Gabai Gabai是什麼 就是小米粥 不是Abai嗎 那是 大部分人會說Abai 可是每個地區不太通 發音會有點不一樣 會有點不一樣 在地 台灣族 對然後就工作坊啊 講座 這支講座還請到那個 淑命 來分享 那你可以把它介紹給我們嗎 淑命嗎 可以啊 我們現在需要流量 今天真的講了種名詞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想要辦 曼波電台員 因為我覺得台東有太多know how 然後 那個事情其實基本上 只要你來台東 可能去都蘭或哪邊 可以聽到大家跟你講 那那個講 僅此於一個人對一個人講 如果把台東很棒的人 在這個地方 慢慢去把它記錄下來的話 我覺得它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有趣生動的一個平台 你們為什麼會 想要接受設計中間的邀遇 我覺得那時候是 聽霹靂講的一件事情 是跟我現在做的事情很像 我其實現在大部分都在 陪伴部落 就是說可能 旅遊的設計啊 餐飲的設計 或遊城 這個工作有點像在 傳達核心的理念 其實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可以聊台東事 那這個其實就是在傳遞 怎麼讓台東人覺得我們 其實跟地方很近 大家也可以比較透過這個節目 認識別的不同的地方的風情 我自己的原因是 其實我老公很欣賞霹靂 他大愛霹靂 然後其實我也是啦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我們那個時候去 前年的溫播會 然後霹靂有做一個 跟茶有關的展覽 那那時候我們剛好去的時候有碰到 霹靂就有幫我們做導覽 那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就是這個設計是很酷 就是他做設計 他其實不是只有外面的包裝 他其實他會去追溯到 蠻多他的本質跟他的內容 我們的原則就是 好玩的人 只要我們做的好玩的事情 我們一定不能錯 我其實有給我自己一個 有一個有點害羞的hashtag 就是像我在臉書上 我就會說我自己是一個 為土地說故事的人 所以如果有機會 可以去講台東的事情 然後去分享他的故事 然後我會覺得 這是一件my thing 這是一件我可以做的事 然後也是我很樂意去嘗試 沒錯 但是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然我們團隊裡面 大概有在地人 我其實當時很擔心的 就是說我們做這個 會不會大家都不理我 尤其是我在做其他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時候 有分在地跟外面來的 這個事情你們怎麼看啊 還好耶 我覺得屁立要相信台東人很有包容力 你被包容了嗎 我覺得是啊 你沒有 你沒有嗎 你沒有嗎 我不知道 還不確定 這一句話感覺很容易 很容易那個 踩雷 這是陷阱題吧 沒關係 不是會整點掉嗎 擔心 可是我覺得屁立應該要去正視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 他被討論是對的 如果我們去限制我們的話題 就有可能有些東西他就被我們藏起來 被討論 這也是我特別找SAN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SAN蠻多 很特別的符號在你身上 就是在台東 然後第二個你也是圓民嗎 是 然後第二個你也是同姓 同志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所有符號加在一起 其實是很 是很特別的 我找你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你可以跟正視的人討論 畢竟這個東西其實在台東 其實是很開放的題目 台東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蠻自由的地方 大家 什麼事情都在那邊有可能 然後你要過得怎麼樣 什麼事情都不做 然後在那個地方也可以 反正你只要活著 你有自己的方法 在台東非常多這樣的人 當然我不是說那個是負面 反正面 我覺得他沒有絕對 但是我覺得台東就是因為有這種魔力 然後把很多特別的人 留在這個地方 然後剛好也是大地滋養物 這樣的人 人事物 所以台東才這麼有趣 你是因為這樣回台東嗎 還是因為有什麼樣的契機你回 我就在城市長大 然後 我爸媽其實也都不太做部落的事 所以我一直也沒有參加過豐年級 一直到35歲 有人問我說 你們豐年級很好玩對不對 我其實一點概念都沒有 什麼是豐年級我都不知道 後來就想說好那就去吧 就回到部落參加第一次豐年級 我真是哭到亂七八糟 我是想說到底我是誰 我活了35年 我居然不會講自己的族語 不會唱自己的歌 然後穿著遊行衣物 然後參加祭典 當時其實是有很多的問號 我到底來自哪裡 我是誰 所以因為這樣子就回來 可是當然回來沒那麼簡單 因為你已經有很多的包袱跟牽掛 你怎麼可能說歌就歌 所以當時回來台東其實經歷很長一段時間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在這裡看到自己 可以活著的價值是什麼 剛剛聽就覺得還滿感動的 因為我們其實很喜歡原住民的朋友 然後也有認識很多部落的朋友 然後幾乎跟我差不多年紀 就是35歲40歲左右的朋友 很多其實都會有類似的經歷 就是他們是城市的原住民 都市的原住民 然後大家也都常在思考說 那自己是誰 然後自己好像沒有很瞭解自己的文化 中間會經歷一些這樣子的掙扎的過程 我覺得那也是台灣的這個土地上 一個記憶的縮影 就是也許這一輩的人 其實都會經歷到 像這樣子的一些糾結跟掙扎 我講一個比較好笑 就是我當兵的時候啊 然後就我們當兵有一個 體能非常好的學長 他鋪農族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學長 我也是原住民耶 他就說 你少在那邊給我盤關係 然後心裡有點的確 想說我就是原住民 我還要跟你說 我要拿我的身份證出來買中國國民部 其實小時候很挫折欸 因為你說你是原住民 大家不相信你 欸但你是 我目前聽到的比較少就是 就可能會很開心跟別人講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對於原住民 已經有很大的改觀了啦 是 很多翻轉 對翻轉了 所以 像剛剛Lita提到的是 確實有些人會覺得 像有一些族人可能會被說 你不像原住民的時候 反而很開心 對 但是我反而會覺得不開心 我其實是很想要 就是大家就覺得我是原住民 可是我弟其實很辛苦 因為他在求學過程中就是 就是 因為他比較 對因為 我跟我弟差最多 我弟就是 台灣族標準的 就知道那個風色一定就是被 然後後來他到了國中吧 突然都不說國語 都講台語 他怎麼樣很努力學台語 就是為了想要演示自己 對 我覺得也很多原住民朋友 他們一直用不同的角度 在經歷很多的過程 然後其實我們 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我覺得會有一些 還蠻感動的地方 就是 比如說我們看到就是 很多原住民朋友 他可能以前小時候 有這樣的經歷 然後他就不太願意承認 可是等到 你會發現走到我們 大概這五年十年來 其實很多的原住民的朋友 是 反而是大家會開始去珍視 這樣子的文化 沒錯 然後不管是服飾啊 食物啊 或者是說一些 就是原住民的協議裡面 那種對於自然 或是對於生命的態度 都很打動別人 然後所以就是 現在我就發現 大概這五年十年 好像越來越多的學生 或是孩子們 他們是 覺得自己這個身份 是 是驕傲的 原住民現在有加分嗎 還有加分嗎 不確定的 我也不確定耶 有喔 後面有 二十幾歲的人說 應該是會有啦 你們會覺得 原住民加分這件事情 是正確的嗎 我覺得這是歷史的問題 不是這個當下的答案 如果你只是想聽當下的答案 身為原住民 我當然會覺得是正確的啊 因為這是歷史發生的事情 他給予的 後續的補償 我覺得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 正確的或是錯的 對的 在那個時候的角度跟觀點是什麼 因為畢竟 畢竟其實本來 擁有的文化跟資源就不同嘛 然後加上 他那個概念就好像是 如果我們現在 我跟一個排完組的人 然後我們去考助育的考試 然後他給我比較 比較簡單的題目 那我會覺得合不合理 這件事我覺得非常 常被討論 就很多 呃 非原住民的人 大家其實就會聽到說 原住民有加分 或者說 他們搞不好 其實沒有那麼好的成績 但是上了某一個 更高的分數的學校 然後大家就會 是有一點點不認同 或者是有一點點 嘲諷的這種感覺 其實我其實不是嘲諷 因為我覺得其實 呃 因為之前不是金語獎 也有討論過這個事情嗎 有時候原民歌手 他真的唱得很好聽 他只能得到原民最佳專輯 那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他如果放在音樂脈絡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要一起比較的 所以如果他只放在一個原民專輯 但名他就可以得到 對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說實在的 是把這個原民 拉到跟大家一樣的level 因為台頭漫波概念也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跳進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大家 坐在這個沙發上 然後無論你坐在哪邊椅子 哪個位置 講的聲音應該都是可以被交流的 我覺得那個打開感是 我期待的 因為不然 我們永遠都會在一個地方做自己的事情 那可能跟大家就是 一個圈圈一個圈圈一個圈圈 我們還是謝謝Pili這次手集 就自己主持人也見那個來賓 OK 我現在是黏著記 幫他們兩個黏近一點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希望今天 討論的那個大聊 反正我覺得下次就先準備酒啦 會更開一點 可以呢 可以也是可以 可以嗎 我們下次業配也是啦 可以耶 好期待大家多訂閱然後品牌可以進行給我們 就是我們可以業配台東品牌 但我們不會賺錢 就是純粹公益性質這樣 大家記得五星吹捧 五星吹捧然後下個禮拜五 就是同一個時間 讓我們一起用聲音陪你聊聊天 台東漫播 漫播台東 我們下禮拜見 沒有默契耶 今天我們講了很多人 趕快會後跟瑞澤登記一下 包含我先生嗎 有可以可以可以 一直在推 大家業配自己先生的感覺 很像產品 哈哈哈哈